Hello, 大家好, 大家不用擔心, 呂王其實是在現場的 在我面前, 非常美麗, 但她說不肯上鏡, 為什麼呢? 我又不知道, 女人心海底針, 你這麼了解女人你都不知道問我 我只是局部地區性了解, 我了解不了她們心的信 嘩, 這樣嗎? 對不住了, 我每一個地方都不了解 我比較理性地了解, 感性地很難了解, 面前這隻貓, 你是不了解她? 好可愛, 好可愛 你說她可愛, 她的彩料很傻, 沒辦法, 女王你好嗎? 女王好好, 見到她, 向著我們笑, 不用擔心 待會她開麥克風, 看著來, 看著來 好啦, 今天我的狀態不太好, 不好意思, 因為又好謝 我也有一點點感冒 我昨天在台灣, 又走致臨雨, 所以沒辦法, 謝謝老四 盡量Catch up, 樣子就算是相對精靈 我還有一點點感冒 哎呀, 終於查, 瘟疫時間, 瘟疫時間 好的, 今天有什麼提供我? 有很多熱題 很多, 醫療失誤也有, 又有一宗 東區感染又忽略了, 結果又令病人癱瘓了 另外, 六四臨近 其實六四只是一晚, 整個八九民運 頭尾持續五十天 其實這件事對中國近代, 到現在的影響非常深遠 最近在香港的活動好像有一些暗湧 最近星期一, 六四遊行 醫療失誤, 六四的近況, 為什麼要吸化 另外就是, 成大林天花報告竟然說 沒有人需要服刑, 都不是只有一班, 都變了花瘋 先說醫療失誤, 你最關心這件事 又有病人出事 主要是, 因為有一點感冒深受 自己做了, 去私家私營醫療機構做手術 之前也有光顧過公營醫療 其實我自己也有一個經驗 就是, 入公營醫療, 公營醫院的時候 幾年前, 其實那時候已經, 腳裏面是傷得很重的 你說過了, 你說過了 是腫了的 你還要走山, 這麼慌張 那是之後的事 但是, 其實當時已經, 腳腫得很厲害, 傷了 都是五、六年前的事 當時就, 進到醫院, 一間公立醫院 孤偉其名, 我們有時候的身後人 那些醫生就說, 沒事 我說, 喂, 醫生 三分鐘不到, 撥一下沒事 沒事, 然後說 你的腳還在 叫我走 我已經是腫了, 整隻腳很青, 黑 他都說, 沒事 然後, 寫了大概七天命假 指痛藥加胃藥 指痛藥加胃藥 因為, 胃藥是甚麼事 因為他說, 指痛藥是用胃藥來中和 不然會傷害他 強力指痛藥 對, 後來就, 看跌打很多 其實就不知道裡面內傷 最近覺得有問題 只要磁力共振 私營醫療, 醫生覺得有問題 只要磁力共振, 才知道原來人帶是斷了 這麼嚴重, 竟然忘記 但問題是, 前幾年公立醫院的醫生 直接說我沒事, 叫我出院 都是診斷錯誤 我想未必是診斷錯誤 就算很普通, 你完全沒有醫學常識 你也看得出腳腫成這樣, 是有事的 即不是誤判那麼簡單, 直接誤判 直接誤判, 直接說你沒事, 想你快點走 即是不收留, 你就什麼事都沒有 可能最根本原因是, 因為他公營醫療 就是, 你一定要覺得你有生命危險 即是你不是頭破血流那隻 即是, 或是你不是食情條骨斷了 即是你的腳還在那裡, 還看到 你不是拿著腳去找他 表面上沒有特別傷口, 那就算了 那他是要這樣分流的,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但為什麼會這樣呢 還有為什麼我們看到這幾年, 這麼多公營醫院 出現一些醫療失誤 最近最轟動的那家單就是 換肝那裡 一次活肝, 一次施肝 到今天, 我們的肝臟大國手 盧寵某醫生出來說 哎呀, 這位鄧桂絲女士 活到今時今日是奇蹟 問題是, 原本他不應該出事 他是不用換肝的 他也不用有一個好心的 即是後來他女子的踢爆 即是拼命查, 查到水落石出現 原來是因為 第一次是誤判 誤判, 結果有一個好心的人 活肝捐了給他 但是活肝是因為有排斥等等 又要再換另一個施肝 肝臟很容易出現排斥 結果是直接和間接 是令到更加多的人 是受到傷害之外 亦都是 少了一個施肝是可以救其他人的 因為這個肝本身是不用換的 這個才麻煩 就是因為當初診斷的時候 忽略了他居然是有肝炎 然後 然後 就出事了 下藥的時候 沒有預算他的披發症 披發症就令他的肝臟死亡了 做手術之前 聯合醫院沒有向馬麗醫院 講清楚他們有這些事情 到由他女兒踢爆之後 已經做了第二次換綱 馬麗醫院的主診醫生 我聽到電台直播節目 我聽到他們是有點憤怒 但是就不方便對同行斥責得太厲害 那你方不方便一回事 這一下子 已經是 其實不死是奇蹟 盧聰後醫生說了 最大的傷害是他的信心 因為第二天 突然踢爆出來 很多人 是取消氣官捐贈的卡 有兩個步驟 第一個階段 就是 突然間很多人受這個女孩 這個好好心的少女感動 很多人去登記 捐氣官 但是這班醫療失誤爆出來 怎麼可以這麼荒謬 結果很多人都取消了自己的登記 反響很大 結果高永文等等 盧聰明出來說 不要啊大家 不要啊 對於醫生來說 他們一定要呼籲大家不要這樣 但是對市民 一般市民來說 拿我們的身體這樣來搞 當然 我們分開說 公營醫院 或者公營醫療體系 出了很多的毛病 前線醫護當然有他們需要負責 但是 根源在哪裡呢 我覺得我們其實更加需要摸清楚 我自己進去公營醫療體系 和私營醫療體系 我直覺有兩件事 有一件事非常不同 就是醫護人員的精神狀態 我去公立醫院那些地方看 醫護人員包括醫生護士很邪 極端疲勞 只是去他們那些飯堂 那些醫生好像快要摸下 被鐵碗湯浸死的款式 好像很邪 有上班沒有下班 去到私營醫療體系 那些醫護人員 精神很多 有神 說話都有 有氣有力 會有空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呢 我記得我們八十年代 香港的黃金時代 公立醫院的人 那些人的服務好得不得了 令到私家醫院幾乎要倒閉 那時候還說 怎樣打救私家醫院呢 政府也沒有什麼特別 怎樣打救 總之最透淚 你沒有倒閉就算了 我自己覺得最大的問題 之後就是出現近二十年來 那個管治理念變了 以前重視改善市民的生命 和健康 和生活質素 到今時今日 那個管治理念 就變成純粹為某些利益集團 拿利益 我自己感覺到就是 你將那個公營醫療 削資源 利用雙非 然後就說 推動醫療產業 產業化 結果變成醫療慘業 排隊排隊 你死都沒得你看 管治確認出問題 用商業理論來搞醫療 那商業的利益給了什麼人 我們發覺醫療保險很多 人很害怕 在局博的人去買 那這些保險公司 通過這種所謂醫療產業 就賺了很多 但是同時 他又減掉你那個 醫管局的預算 高層的預算 沒有減到的 是前線醫護 那些 曾俊懷也減到兩億 連護士的招聘和培訓都停了 2.5億 女王很準 數很精 2.5億 是吧 這些數 全部是人命 和市民健康的數 所以 在罵一些前線醫護 公立醫院的前線醫護犯錯之前 其實更加抵鬧 是那個政府 由第一屆政府 到現在這屆政府 都是 視人命如草界 我覺得 你一個香港醫療 那個醫療技術 肯定好過三十年前的八十年代 香港的錢 亦肯定是多過八十年代 為什麼現在香港的公營醫療體位 會去到接近崩潰的邊緣呢 你不止前線崩潰的嘛 因為除了 阿洋剛才說的事故 還有一個 側面新聞 上一次不是有一個病人 要去立法會聽證會 再以後會死 結果他真的死 沒多久就死了 他真的死給你看 原因就是 除了前線 被人減人手減預算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那個 藥的分配 藥物 名測上 又是那句 所謂行公量值 不過商界那種 我沒有意思 越便宜越好 結果有些有效的 新的藥 根本不肯發放給病人 他嫌貴 是那些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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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吃 那些藥物 有錢便吃 或者買保險便吃 有權有勢 那些 有喜事上來 就是入公立醫院的 好像民建聯前主席 譚耀宗 耳仔蜥肉 有什麼緊急 已經可以打尖 你曾俊華通波仔 都是去公立醫院 為什麼不自己 去私家醫院呢 為什麼他們入公立醫院 不用排隊排成年等死呢 有些這些 就是英國人年代的得正正低 就是公務人員 基本上會有很好的醫療服務 那英國人的時代 一般市民都一樣可以得到 好的醫療服務 當然比不上當時麥利浩 我記得麥利浩輕微中風的時候 他也曾經入過伊利沙伯醫院 當時一般市民入伊利沙伯醫院的時間 跟麥利浩不會差得那麼遠 麥利浩即時做 其他市民都是幾個矚頭後走 人命值不值錢的問題 人命不是不值錢 你矮民根本是一民不值 為什麼依然有人覺得香港還是殖民地 我們依然說是殖民地 不同 它是不同了殖民地 中主國變了 你是很難怪別人 到現在在這裏 叫做什麼戀嬰 什麼懷念嬰 不是真的懷念嬰 你拜託 對香港一般市民的 人命和健康 有多一點點的良心 所以變成資源分配 基本上反映管治理 管治理後面就是一個很過癮的價值判斷 到底香港是否認識一個殖民地呢 其中一個說法就是 其實有些人感覺不是的 因為殖民地沒有那麼差 現在是看哪一個殖民地 殖民地沒有那麼差 為什麼英國都要殖民香港的時候 是要利用香港來賺錢 現在香港很多藝民是阻礙人賺錢的 這是很不同的分別 你明白嗎 你們等死 所以我現在身邊接觸的 一般那些 有些少百多二百萬 身家中產 那些很擔心 其實他們不是怕死 怕死不去 怕死不去 又活得痛苦 那你又沒有安樂死 所以為什麼呢 我說了幾集 如是我問 接下來還要再說 今個星期日 今個星期日 報應 報應當然要說 因果這些 但我今個星期日會說癌症 專責 其實我之前沒有在節目裡說 其實我在讀醫療教育 那我現在在這裡宣佈一下 我被哈佛收了我 不是哈爾濱福建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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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美國哈佛 就是美國哈佛 收了我 我這當然是愛邪惡美帝 對不起 不只是你愛邪惡美帝 我們國家領導人 甚至我們祖國的精英 其實全部都是去美帝那邊 當然啦 懂得選擇 我們很相信 我們祖國精英的智慧 是 選擇美帝 那我們當然要跟他們 老祖宗 阿爺 阿爺說到 你一定跟 是 香港的精英 香港的高官 這麼愛國愛港 都全部去美帝和英帝那邊 還有 好像你說瓊子去穿和服 搞到我馬上買兩套回來 放在那裡不懂得穿 瓊子穿和服 吳克劍局長 也都去 放堤 看櫻花 去東營看櫻花 為什麼他不去化園 生活多美好 對不起 是恆黑不是化園 但沒有人理香港 因為最穩定的是你不要病 因為現在 中港融合 我們看到大陸的醫療新聞很棒 兩個人在手術室裡面 灑花槍 假如阿仰是病人被麻醉了 原來我和蕭公子是男女朋友 我們兩個人打架 然後阿仰說 哀無辜的 但我麻醉了 我不能動 更嚴重 是 你劏了一劫之後 醫生跟你講價 加價 給多一萬就劏多這裡 給多兩萬就劏漂亮一點 嘩你死了 你可以跟他講價 什麼 直接跟你講 我現在加十萬 你給不給我 所以我不亂你 或者是黏屁 我要切東西 你切盲槍 你切嘴嘴 十萬元而已 就算這件事 沒有良到這個地步 我聽其他身邊很多 在國內接受過醫療服務 做一些小手術之前 紅包 一定要 即使醫生多有良心 多有醫術高明 多有醫療 你這個是指定動作 你試試不給 是的 雖然說國內醫療費 可能都比香港還便宜 但你害怕 其實不便宜 你知不知道 不便宜 隨便一個人 走去看雙風 他最喜歡做什麼 就是做吊點滴 聽說 吊鹽水 無論你敢冒雙風 有兩三千元 或者三四千元的日 要負擔三四百元 其實是十百元 即是月份 即是月份 有這樣的大陸人 接受慣了這樣的醫療方法 在歐洲住 那我去看醫生 人家說不幫他釣鹽水 他覺得很詫異 但他的語言 又不好到 足夠跟醫生爭辯 然後醫生就開了什麼給他呢 維他命C 你叫他回去睡覺 很簡單 甚至不需要看醫生也可以 如果是輕微的話 那就自己搞定他 問題就是文化差異 所以提生的樣子 比殖民地更差 原因就是殖民地 類似一個殖民地更差 任何殖民地都是 他不會想有人死 因為要勞弱你的 問題是你現在阻礙人發達 你不要說殖民地 你香港人是不會派紅包的 那你不阻礙人發達 你不要說殖民地 我們是說第三世界 醫生註冊收容條例又來了 當然又來了 又來了 又來了 所以背後的整件事 不要以為停了 在某一個點 就以為沒事 背後好像說 是因為背後的管治理念不同了 前面這些 是一個現象 就像《雷王讀佛經》一樣 這就是相 是啊 相 沒錯 好一種色相彈出來 背後那個道是什麼 是魔道 慘啊 真是可憐到 比起第三世界都不如香港 你想想 古巴 古巴你說卡斯特羅怎麼壞 捷古拿拉怎麼壞 他多落後都好 他古巴共產黨一上台 那個普及教育和普及醫療 他一定要先照顧到多壞 照顧到多壞 多壞 照顧到要照顧人先 令到很多第三世界國家 去古巴那裏輸入一些醫生 那麼古巴當時卡斯特羅 一個國際革命的需要 就輸出很多一些古巴的醫生 就是這個叫做 用比較便宜的價錢 去改善一些落後地方的人的健康 無論你對古巴這個共產政權有什麼看法 都好 起碼他是這方面 對人類是有貢獻 女王有什麼評論 我有的 我直到Martin Kwok就說大家好 我再看有沒有新的 明中留下言 我們直播著 有的 那科專界排專科 要等三年親身經驗 唉 我心包炎 要等一年半 死 我沒有得排 他說我沒事 心包炎 看不到你吐血 你的腳 還在養的腳上面 沒有掉出來 所以不會優先的 唉 真是拿命的 總之 你的腳都頂不住 其實我也是那句 深刻 因為我還有很多朋友是醫生 我真的不怪前世的醫生 他沒有得選 他沒有得選 分流 你的腳都還在 想怎樣 問題就是 好像阿楊所說 背後整套理念都不同了 他又要折 你的資源 不讓你香港這些小朋友 每天都放150個人 用醫療服務 然後呢 那些產業化 撥了他的私營發展 剛剛 又開了一間新醫院 南區 保險 醫療保險 大行其道 商業化而已 其實有一點像美國人那一套 不過還衰美國人 美國人那一套 只有有錢可以解決問題 現在只有有錢可以解決問題 不夠 沒有 沒有 沒得選 譚耀宗去割蟋肉的時候 就是同一時間 有人是有鐵釘 像是勾 穿過手臂 然後排了兩天 但譚耀宗就去割蟋肉 走出來 是同時間的 他不是說早幾天一次幾天 是同一個地點 我忘記了 可能聽眾也記得 但你想想 這個誇張程度 那蟹 就是一個鐵釘 應該是地盤工人 勾著手臂 整支鐵穿著 是 沒有生命危險 不過可能破傷風 破傷風可能一個星期才死 那我問一下 就算沒有生命危險 切色耳朵裡面的小色肉 有沒有令他有生命危險呢 阻止他聽上頭的命令 明白 是意很重要的 是 是意很重要的 是 我真的不明白 你收養一隻狗 你也不會有一隻單二狗去收養 很明顯 是 那就是 要照顧好狗狗的健康 有些人喜歡一隻英俊的狗 所以 好像在大陸一樣 你小病就熬過牠 大病就死了牠 最怕死不去 所以就叫做 上面二十幾三十年齡都有一句 能死不能病 所以變成說 現在這個資源了 那香港的朋友 可以控制一下 這不是現在個別醫療失誤的 只要有什麼大型疫症 香港會比上次SARS更嚴重 我們留意上次SARS 死傷慘重的醫護人員在哪裡 全部在公立醫院 私家醫院 門可拿著 空溜溜 非常乾淨 因為沒有人進去 私家醫院也不會接收SARS病人 是整個公營醫療體系 去頂住一個世紀疫症 結果死傷慘重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你如果有嚴重傳染病 入到私家醫院 會影響生意的 你都知道的 香港記者 eremos通聞有什麼人 也可以問他們有沒有影響生意 烏路目齊也有暴動 問問 agenda小店有沒有影響生意 isn't it? 絕不知 有私家你有賣多到生意好嗎 也是支援生意 都是影響生意 其他仍然實在所 роз 所以現在醫療就產業化 整門生意這樣看 高度危險的傳染病一定是公立院頂住 醫療始終是有一個公共性的 如果你完全不理這件事 你不是用這個方式的思維 基本上你不用想醫療這件事 我們不是說私立醫院那些醫生 或私立醫院一定不好 不是,你給錢進去 他都可以跟你盡心盡力做好 香港醫療,香港醫護專業 仍然是暫時,還是世界頂級的 但你再繼續這樣下去 沒有的了 其實香港更加嚴重的一件事 就是他沒有什麼 alternate medicine 的這個範疇 例如我舉例 譬如我有講癌症 我們身邊一定有人有癌症 不是說我們自己直系親屬 或者家人 可能是你的同事或者你的朋友 就已經有人有癌症 在一般的環境裡面一定會有 但你發覺大家都去做癌症 或者打標靶 有錢一點打標靶 但其實這兩種方式 你問一般人 你除了這兩個方式 還有沒有第三個方式 他們是說不出的 如果有人去看中醫的話 他本身的主診醫生 西醫 腫瘤科 也會跟你說不好 甚至 你連煲湯裡面 有粒杞子 或者淮沙 也都不好 連打火鍋 你都不要弱善湯底 而大部份的香港人 老實說 對醫方面的知識也未必足夠 只有肉除針板上 醫生說什麼就什麼 但大問題的地方 無論是健康或標靶 打下去 你是正常細胞和癌細胞一起死 很傷 而有一個後遺症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的 就是 如果你正常細胞死了 你的抵抗力就會低了 而死不去的癌症細胞 它就會更加強壯 更加惡毒 更加散播得快 因為它已經對藥物有免疫 所以就是說 到底有什麼 香港人很慘 很慘 是沒有的 但你看回如果是英美的話 幸好市場大 而且市場成熟 有很多醫生 可能他本身是 conventional medicine 但是他走出來 他覺得 良心發現也好 還是他覺得相機更大 也好 他會有另一個方法 例如很多出名的醫生 他是提供另類的方法 例如 你想像不到 其實 薑黃薑 薑黃素 tumeric 其實 我有個表 因為我在讀這個 表裡面 其實他比起很多 cancer medication 是有效的 但是這個時候 可能會有些人會說 我不喜歡那股味 我不喜歡吃那樣東西 那股味有什麼所謂 好過吃藥 好過生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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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命E 薑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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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氧化物 抗氧化物 甚至 earl grey 這些其實 都比 你真的想像不到 比很多抗癌藥更有效 全部都是我的最愛 對 但它有效在什麼地方 就是 它有效停止 癌死胞的血管供應 抑制性 是的 即是有個名字 Angiogenesis 但是你的醫生 會不會跟你說 你的醫生 不會跟你說 所以這個就是 the reason 我要讀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 我身邊是有人 患癌症 其實飲食 還有 你日常生活裡面 很多東西 cheap as dirt 你一包 薑黃素 你明白嗎 你一天喝三杯 薑黃素 抗癌能力 好過你吃零支包子 probably 你明白嗎 但是醫生不會跟你說 為什麼 因為它不關他的事 那個產業鏈裡面 沒有他的份 是不是 但是 如果你說 那個earl grey 茶商 走出來說 就是 那個茶包 那個生產商 譬如 你什麼牌子都好 他走出來 Lipton也好 他這樣寫在上面 又可能會有問題 即是那些商品說明條例 他可能會吵他 說他不可以這樣 沒有醫學證明 是的 他標誌這件事 但其實是否沒有醫學證明 其實是有的 其實是有的 但再次 就是你看到那個time lab 即時差 就是香港醫管局 他仍在可能20年前的醫學水平 我不是說那些機器不先進 但他不是up to date as 觀念 觀念 是的 不是機器 不是 hardware 是 software 是的 還有這個牽涉到 你剛才說的 就是那個利益的問題 是的 我呢 都接觸過 有個 挺有名的 老中醫 那他呢 就跟我說過 他說 肝癌那些人 或者其他一些癌也好 其實應該盡量死得清淡 現在市面上很多的那些 就叫人家去靈芝補 等等 其實呢 補下去呢 就令到癌細胞都補了 死得更快 其實有些癌呢 其實應該是清淡一點 令身體那個癌細胞 不要生長得那麼快 更加重要 其實我這個禮拜日 我會說的 就是我有這個表 OK 就是剛才說的 就是Angiogenesis 就是它生血管下去 嗯 但是一般的人呢 身體呢 是不生的 嗯 除了什麼呢 比如女人每個月來period 這樣就會的 OK 新生的 新的血管 去一個細胞 然後是泵血下去 嗯 有一個很過癮的 就是呢 我不介意 就是少許率先看 大家明白了 劇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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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比如40歲的人 撞車死 OK 而做autopsi 即是解剖 解剖 你有超過一半的人 其實有癌細胞 嗯 但是呢 他不是癌癌 去到50歲 他未病變 就多到可能六成 嗯 70歲呢 六七成 我不記得的真正數字 去到70歲的時候 是差不多100% 的切片 都有癌細胞 嗯 但是它由癌細胞變成癌腫瘤 這個過程就是看你的血管生不生得去 泵血給它 讓它可以漲大 那靠兩樣東西可以抑制 剛才我說的其實是飲食 現在的醫生已經終於走出來 美國那些 香港那些未收到封 其實你的飲食是有六七成 接近八成是可以斷絕癌的 不泵血下去搞定 你斷堂也已經搞定了 但是再次 香港醫生不會跟你說 我理解的地方是甚麼呢 它是靠開藥賺食 我只能用這個角度去說 第二就是它可能真的消息不夠靈通 這是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美國的醫生 他可以不開藥賺到食 你明白嗎 他可以周圍巡迴演講 他可以做Samanus 或者受大學請他去 他就已經可以夠穩食 他出書也可以穩食 甚至可以出Supplements 譬如茄子裡面有一個很有效的抗癌成分 薑黃裡面有一個很有效的抗癌成分 還有另外一個 三樣東西抽出來 造成Health Supplements 有效過打 做花療 或者做標靶 有效的抗癌成分 其實醫生是否可以額外 抗癌成分 為什麼不抗癌成分 關於醫管局事呢 很多抗癌成分 你不在藥物明冊上面 是否真的可以在醫學界裡面 生存到呢 或者會不會肯給你一個位置呢 這個很麻煩 因為你觸動到既得利益 好像那個老中醫跟我私下說 他不敢呼籲別人 香港最重要是賺錢 就是了 藥廠也好 或者是任何那些 聲稱可以補身抗癌的 那些製造商也好 是不是 你這樣真的斷我財路 因為你香港 我只知道一個醫生 就是那個五色靈芝 那個牌子是一個醫生創立的 除他之外 我想不到有哪個醫生 是可以successfully轉型 就是說不是靠 開藥給病人 而去生活的 香港的醫生其實是很慘的 你又看兩句 就是他真的是手停口停 但是你見美國退休 下來的總統也好 還是醫生也好 他的確是有個市場 足以給他轉型 你說香港 你以為背靠神州 你都可以在大陸巡迴去說 就是說其實怎樣才是有效防癌呢 我再說一個點 and again on Sunday 都會再說一次 就是有一件事 就是一個癌病的定位 譬如說你驗到癌細胞 癌指數很高 那我怎知道是哪個organ 其實很多聽眾都不知道 可能醫生都不會跟你解釋 其實他是打一些 radiol active的glucose 就是一些輻射性的糖 打入你身體裡面 然後他一照 他看到突然癌細胞 一眼衝過去 他就知道哪裡 你明白嗎 他就衝過去吃 那你就知道哪裡最多癌細胞 那代表什麼呢 其實癌細胞是吃糖的 其實這麼多年來 你都知道 他把糖發酵成為他的能量 他就是吃糖的 所以我為什麼 這麼多集節目叫你們 喂 斷糖 不要吃粥粉麵飯餅乾 蛋糕 不要吃macaroon 其實生果都不要吃 因為今時今日的香港 你不能生病 除非你特權佳根 這條命是你自己的 反正都死無葬身之地 Exactly Look up to yourself 香港的政府經常說 我們要重視中國文化 西方那些不好 有一種中國的醫療文化 大家其實可以想想 扁爵 一個很出名的醫生 古代的醫生 神醫 有個人問他 扁爵大夫 你三兄弟都醫術高明 誰最厲害 誰最差勁呢 他說我是最差勁 為什麼 因為我只是幫人治病 有病的時候 我幫你治好我這個差勁 第二厲害的是我二哥 就是在病淺的時候 他發現到 就跟你搞定他 最厲害的是我大哥 他令到你不病 他令到你不病 這就是剛才雷王說的那種醫療 陳詩的概念 他就是第一和第二 他是大哥和二哥的那種理念 是 香港現在就集中谷第三個 是啊 但是你又沒有貶著那種人心人術 只是一美谷那個醫療 慘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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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慘業 慘業 慘業 香港無論你有沒有普選都好 你一定 什麼呢 那個社會 香港的醫療慘業 我們有這麼大的儲備 都搞到這樣 大陸就更加不用說 大陸我知道 現在牧迪說 他的負債佔他的GDP 四成甚至六成 但是這麼多年以來 他有這麼大的儲備 還有他三十年的經濟蓬勃 等等 他們給人民的醫療 沒有的 但是當你跟大陸人說 他就說給他一點時間 喂大哥 你生癌症就生癌症 你剩下三個月後 三個月後 給他什麼 他不是沒有反應的 例如說 你看他家鄉附近的 焚化爐 警車的佩發 開始就反應了 還有你看到大陸的醫療 有些是真的有理取鬧的 有些是完全無理取鬧 是乘機刁民生事的 其實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他的醫療制度 令人完全失去信心 是吧 那就變成了 醫生是無端端被人打 有些又是底被人打 到頭來都不知道誰對誰錯 就經常在這裡搞很多醫療 所以阿楊剛才的留言 沒有說錯 你社會一定不和諧的 我不夠說解決了某某問題 就是社會一定和諧 但好像阿楊所說 你這麼死不尊重人命 演變出來的後果 社會一定不和諧 我要回應聽眾 就是 林永 這個字怎麼讀 乙 是嗎 連乙的乙 林永 薑真的很厲害 不斷叫人吃薑 阿香 其實我不是說薑 是和薑 OK 不是薑 是薑 兩樣東西 另外一個 H.C.Wong 他就說 《Alturnate medication treating cancer is less than popular in the US》 然後他還說 《I don't believe what you continue quoting how doctors in the US practice is true》 不要緊 你不要相信 你以為你不為是對 但你不完全是對的 我所説的是,美國或歐洲有多個alternative 例如香港的alternative就是中醫 但是以主流的traditional conventional medicine為主 中醫醫癌癌,yes and no 台灣有混合治療 那時SARS也試過混合治療,效果都很好 但是香港是不是一般癌症都有混合治療呢?不多 再說,你可以看看美國的Dr. Oz,Dr. Mercola,Dr. Berg 如是等等我講一堆出來 他們是做電視節目,賺很多錢 出書,出 supplements 那他就可以說真話 他不是靠藥,他沒有藥廠的壓力 他甚至說比較壞,他會不會在醫院裏要揹票呢? 比如揹多少個小時,他沒有這些壓力 他真的可以提供alternative solutions 那是有他可取之處的 不會說全部都不可取的 所以就說,你要看看Dr. Jason Fung 很多人的 包括我之前經常都說的一個 Professor Thomas Seyfried 我有個客人 媽媽生癌症 她把E-mail到Boston College 是Professor Seyfried親自回覆她的 給了很多的輔助文件給她看 去幫助她媽媽 而這些文件,她可以在香港 遞給她香港的主身醫生 腫瘤科醫生 去做記憶的 那你想一下,那個Professor 見都沒見過你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這裏有少許要提供更多的資訊 免得大家要打氣 不知發生什麼事 美國那一套 剛才我跟阿楊介紹過 有另一種麻煩 如果你看過那套電影叫做蘇式的話 你會明白什麼事 Criticism 都很嚴重的 蘇東哥 是蘇式的 S-I-C-K S-I-C-K 都是蘇式的 都是蘇式的 那一件是什麼呢 就是Criticize 美國 就是奧巴馬Care 現在被人在補充 美國其實有很多人都蓋不到的 窮人有很多人都蓋不到的 而美國那個理念 就是自由經濟市場 所以他們的玩法 反而是反過來 是保險公司主導的 即是你有錢買保險的話 你有保險卡 醫院就會收你 因為你一定有保險公司罩數 亦都有很多個案子 就是你沒有保險卡收的話 醫院是不收的 他不會浪費時間 在一個沒有買保險的人身上 一定沒有錢收 因為他對股東負責的 美國的市場以前被人的救病 是太過資本主義市場化 所以為什麼後來奧巴馬上台 就是奧巴馬Care 強制全民買保險 都是行保險的 不過全民強制買的話 確保不會有人沒有病 即是漏網之餘 不會有人有病 沒有醫生在 就不要漏網之餘 其實很成功 不過 特朗普上台又推翻了 資本監 普遍說 就好像人命 用錢計 就是這個麻煩的事 即是美國 先交代這件事 有些觀眾所說對與不對 不是絕對的 Depend on the situation 但美國有一個很過癮的事 女王我沒有說錯了 你發覺他有另一個 很不同的空間存在 不是要賺錢的醫療系統裏面 是 他的言論自由是容許你有很多學術機構自己做研究 是 絕大部分的醫學突破 不是在醫療系統裏面體現 而是在學術機構裏面體現 所以因為他有這樣的土壤 有這樣的條件 有這樣的環境 給人們真的可以自由發揮 所以變成他的學術研究和言論自由 令到很多不同的 alternative的 medicine和treatment 是出現的 而不是像香港那樣 你那些學科 稍微不是賺錢的神科 就要剪 香港是完全沒有科學精神 完全沒有學問精神的 不要想 而且就算資本 一脈相承 所以你那些要搞成什麼樣子 就有那句 你的資本主義市場 大家都要賺錢 這個明白的 要交租 要什麼東西 但是香港的市場 他就是傾斜 我們經常都這樣說 他是側在一面 一面倒 醫生就是開藥 那我就說 其實你說美國市場大 醫生可以靠Saminas 靠循迴演講 靠出書 靠出supplements 他有他的空間 其實香港如果理應 都是應該有的 我不是說 神州大地出書 不過你出了一些書 你收不收錢一回事 多少是證品 多少是導賣 領一回事 但是你的人的確 可以循迴演唱會 循迴演講 但是 你又要有一個 facility 一個 lab 一家大學 去做這樣的 research 有這樣的 findings 有這樣的突破 你才有話去說 那我就說 我剛才名字了幾個醫生 或者我現在跟他讀的 Health Coach的那個醫生 他本身 他出了一堆 supplement 其實你在Amazon上面都買到的 他出了書 他現在其實 他整個變成集團化了 他不需要自己親身去見患者 他下面有很多醫生 醫生 我記得講英文 不是特地的 他去見患者 然後做Health Assessment 譬如舉例 好像 我拿我媽媽出來 我媽媽一樣 一輩子都說自己便秘 一輩子 體診醫生 就是給一些通腸的藥 或者是膨脹劑 或者是射藥 只有幾種的 其實解決射肚 即便秘 但其實我現在在學 我的醫生的老師 就會跟我說 其實有四個原因 但當我和我媽媽說的時候 我媽媽覺得很驚訝 沒聽過 沒聽過 Exactly 一般大家都試過 去不了廁所 你會覺得纖維不夠 有些人吃很多纖維 都去不了 為什麼呢 可能益生菌不夠 這可能是第二個原因 最後第三個原因 Bio 不夠 膽質不夠 醫生會不會跟你說這些 或者是你上面的 Digestion 都還未做得好 他下去 覺得很輕盡 我停在那裡 你上面都未和我Digest 我怎樣 和你排出來 這樣 這跟胃的酸鹼度有關 但你想想 多好 我會有醫生真的這樣和你解釋 然後和你逐個逐個原因去Find out 沒有就是 金牛條 射藥 或者膨脹劑 即食麵方式 即食麵 即食麵 即是你肚餓 就先填飽你 但不管你下肚子 到底對你有沒有益 還有醫生會不會坐在那裡關懷你 你現在有沒有一天吃到 五至七杯蔬菜 那我肯定是七至十杯 沒有 他不關心你平時吃什麼 原來三餐都是餐蛋飯 還有公仔麵 你當然是無法安排 怎會跟你說這麼多 不會啊 太成年 即是見他兩分鐘 你下次再見他的時候 你可能是一盆 你可能是一盆骨 是呀 去驗屍的 你已經便秘了一個月了 外面有二十個人在等 在服診的時候 驗屍就不是去看醫生的 而他現在就因為政策傾斜 他是令到公營醫療機構的醫護 承受越大的壓力 還有風險 你一個醫療失誤 是可以令你一生的名譽沒有了 甚至被人說你專業失德等 所以很多就寧願去私營醫療那裡 人工高一點 壓力小很多 風險小很多 結果 惡性循環就是令到公營醫療體系 更加日削月角 這件事 前幾年盧寵某 他真的警告過 警告過的 香港的公立醫院是訓練醫生的 不是由私營醫院訓練醫生的 他說再這樣下去 香港訓練不到醫生 那時候他就說 我們不是說支持盧寵某的政治立場 醫生說什麼 我們引述一下 他的確是說過這些 現在開始來了 原來就說你不夠醫生 引入其他醫生 引入的 你見不見那個局 好像拼圖那樣 塌塌塌 鋪好了 鋪好了 一步一步來 不夠醫生 哎呀 就是阿仰那句 因為你阻礙人賺食 不夠地 產郊野公園 全部是一模一樣的理念 你有醫德 你就不會走他的那套理念 你不走他的那套理念 那他怎麼賺錢 你明白嗎 一脈相承 所以就是我們阻礙地球鑽 我們阻礙人賺食 所以香港人抵死 抵死在這件事 那到時醫生條例 你不通過 即是你阻礙更加多人接受醫療服務 阻礙公營醫院改善服務 阻礙病人 得到治療等等 一大堆建制那邊的道德 不知是都扣了 簡直是環環相扣 是的 我就是說 你媽媽 你一定會過 我自己的例子就是 我爸爸和我媽 無論是多少年的病 幾年也好 還是幾十年的病也好 醫生都是不斷開藥的 但是他沒有人 get down to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或者分析給他聽 解釋給他聽 所以我就說 所以這個就引起了我要去讀這件事 讀完之後你去解釋 那分別 between health coach 和醫生 就是health coach 不能開藥的 即是我不會跟你說 你去吃什麼 這樣不行的 但我會跟你說 你的生活習慣裡面出了什麼問題 然後有什麼可能性 其實香港是不是都需要 這些這樣的alternative 需要 而且不單止只是食物 生活方式 和生產模式都很重要 我們看那些 那些很仆街的廣告 他說 很多事情做到胃痛 不要緊 吃什麼什麼胃藥 吃完之後 拼殺了十幾個小時 你為什麼說 你胃痛快去睡覺 為什麼你的老闆 你的公司要這樣 虐待那些伙計 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說 你死了不要緊 找一隻藥吊住你的命 你死之前 你繼續踩 踩到你盡 炸到你盡 這些是什麼理念 獅子生精神 他們說這個 獅子生精神 精神病 獅子生下精神病 有什麼可能 粗勞過度 最簡單的解決方法 就是休息 你沒有足夠休息時間 你跟人鬼事 吃藥之後 就可以加強生產 做多幾個小時也不要緊 這樣 大家熬 大家熬開會 開衝燒 喝杯咖啡 什麼咖啡 可以提神所 當然是去睡覺 當然是休息 你吃完後 就算我當是餵藥 好洗得也好 吃完後應該回去睡 而不是再博殺十幾個小時 好 真是荒謬 你在這裡博殺 博殺後 你賺到的雞水 那麼多人工 用來貼醫生 工樓 地產利益集團 醫療那邊 就屬於保險 金融利益集團 然後你的勞力 就奉獻了商界的另一批利益集團 由你出生到你死 拿到你一乾二正 這個就是香港人的命運 其實當年希特拉也是這樣的 你每個猶太人 縮入集中營的時候 都會計算 都會計算 頭髮可以做什麼 負責拔人的牙 雖然有些灰可以做肥 還要分開金牙 不要拆掉牙 不是金牙那麼簡單 健康牙也會成為出來 就是強制器官卷疹 你的牙也會不理會 還有健康的皮膚 又可以做什麼 眼鏡 裡面有很多 就是納粹黨那一套 香港人跟猶太人一樣 就數入讀室的時候 當一批豬 就算了 豬中毛就值多少錢 你憑豬牙就值多少錢 你豬骨就值多少錢 剩下沒有用的 才消耗 一消耗做肥料 用過盡 香港人用到盡是什麼地步 就是在於 香港不夠地 骨灰暗都沒有 叫什麼加火 海狀 等於死無葬身之類 灰非煙滅 是啊 沒有經濟價值 骨灰 殺漏海 沒有成本處理 骨灰這些東西 不要緊 因為已經一了百了 你不是躺在床那裡 典長點 在捱著 不是啊 而是說 這個不是一了百了的 很簡單 是哲學理論 到底有沒有一些東西 是人類獨有 而 你不是說 孔子那套 神眾追願 那麼複雜才算 是完全沒有意思的 你基本上已經不當自己是人了 明白嗎 因為我不是說孔子那套 神眾追願 那麼複雜才算 試過一個很過癮的問題 因為在那部電影都問過 假如 你愛一個年輕的人 愛你的子女 正常 他們可以再愛你 為什麼你要愛一些死了的人呢 有什麼利益呢 你計不到的 但是這些才分別 我們是人和禽獸的分別 你會不會尊重生命 這個不是說你愛一個死了的人 為什麼通常一些 能夠承傳到自己的文化 和種族的民族呢 他一定是非常重視自己的先人 承傳的問題 包括你以前中國 1949年之前的中國 很重視舊中國 1949年之前的中國 猶太人 猶太人 都很重視自己的祖先 祖先背了出來 很重要的 為什麼中國以前有族譜 記得那麼清楚 這個很重視 文化、種族 整個種族、民族去承傳 就是這樣 現在就是這樣 你整個香港人這種身份 是不應該存在的 你只是一種經濟的物體 因為你阻礙地球轉 阻礙人賺錢 你生存的唯一目的 就是用你有氣力的時候 去幫老闆賺錢 然後用你賺到的工資 那些貢獻給醫療機構 和保險公司 人行這些保險公司 準時上班 對 準時上班 食粒餵藥 食粒餵藥 頂住 眼睡嗎 喝多點咖啡 吃多點提神 就是多點消費 炸到你一光而靜 真的從出生到都要 我覺得豬都不夠貼切 牛 他還要是 前面追著蘿蔔 一邊轉一邊幫他磨豆 那些牛 然後死了 還要算骨、肉、皮 那些全部都拆開來賣 牛眼都被人解剖 引用了何君堯律師 引用中生狼轉 你的畜生 暗示同性戀畜生 中生狼轉 有一段就是這樣 牛 有隻牛在那裡申訴自己的冤屈 從出生到現在 做不平 熬醒到現在老了 那個老龍的老婆還說 牛之一身無廢物 肉可以做牛肉肝 皮可以做柑 什麼 做好人沒有好步 你救隻狼這隻畜生 你不應該救 何君堯都 誰是畜生 怎麼會引用這片 這片這麼新 可以是一個新遊戲 不是瑞士兇手 反諷自己 瑞士畜生 講完這個故事 大家猜是瑞士畜生 有人自己認了 我想已經 立刻就給律師會DQ 不是DQ 是最低票落選 不是最低票當選 不是最低票當選 最低票落選 不是DQ的律師資格 不會不會 他是不是出了律師信給別人 過人水行 又 有些人不會覺得自己有問題 開創先河 六八九 謝謝 現在醫生註冊修定條例又回來了 然後看到他 那個叫做副局長 陳肇始 陳肇始 最用來做局長 是的 然後 高英文說不做 他說 其實我們這次會調動的 我們最主要是要處理這個 病人投訴個案 希望能夠縮短在兩年之內 我聽說 但兩年之內都很快 難道會嗎 但是當然那些敏感 還有大件事 為什麼上次不獲通過的議題 到底問題在哪裡 似乎一樣是秘而不談的 要特首委任 委任那裡 簽紙落實 才被這個加入 現在說這件事就不用硬性了 這個就是惡性循環 為什麼那麼多人投訴 你公營醫院那些醫生 醫護 我很相信他們 大部分都是很盡心盡力的 你如果不是盡心盡力 不會到現在都還死手 公營醫療體系 是不去私家醫院的 那一班是很難得的人 但是為什麼他們經常 這麼多投訴 你真的一次過做七八十個小時 鐵人 有可能會不錯 有可能會不錯的 電腦都很輕鬆 三天三夜不睡 我想他們一定會短命 再這樣下去 沒有人投訴他們都會短命 所以你說的是對的 如果再有一個大的瘟疫 他們的抵抗力 香港整個時候的抵抗力 然後政府就拿回很多人投訴 投訴即押了 快點醫生修訂條例通過 不通過 你這班人都在阻礙著 阻礙著我們改善醫療福利 改善病人投訴 縮短投訴時間 你們全部 因為那個魔鬼細節在哪裡呢 雷王說的 那個條例修訂裡面 說的都很好聽的 特首委任那些 都是委任醫生而已 那就不會委任外人的 就不會肯管內行 就是委任醫生又如何 不知道又是特首委任 是不是才是此其一 第二就是 如果用律師的比喻 剛才說的 就是律生的比喻 律生 何君堯也事律師 還有一樣 剛剛之前呂王 謝偉俊也事律師 阿鼎鼎也事律師 阿鼎鼎也事律師 剛剛之前呂王說過 美國醫生言論自由 學術自由 空間相對大 我們現在擔心另一樣 香港醫生的言論自由 和學術自由 到底空間還有多大 我感覺是在收縮 如果他們仍然是能夠 有條件 有空間 去保持他們那個 醫療專業的時候 我相信不會出現 盧寵茂醫生的情況 是吧 為什麼盧寵茂醫生 他說他的醫療專業的時候是這樣 但當他 一介入政治的時候 他變了另一個人 是吧 這個是很令人傷心的 他可能有些相片 在別人手上 或者是片 不是想走 那你就已經令到一個醫生 不能夠安心 和專業地去負責他的醫療專業 這個是令人擔心的 最厲害的醫生都是這樣 那你新人進來的那些是怎樣呢 誰去保持他們的水準呢 現在香港整個醫療體系這樣插水的時候 也有些醫生醒覺的 你看看今次的選委選舉裡面 什麼樣子你就看到了 但他們最後就是含淚投票 又是西瓜靠內 那有人老點就沒有說話好說 那問題是 在選委選舉呢 看到是很大的變化了 希望專業裡面的秉持著這件事 明白到他們自己秉持的 不只是一個專業操守 背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所謂公民社會的理念 就是人命值不值錢 沒錯 這個已經不是公民社會 其實是 李宵公說回一個基本的哲學 和人的道德良心問題 很基本的問題 醫者父母心 這些是幾千年前 無論東西方 都是有這個概念 為什麼現在會倒退回來 你要逼你的醫護人員 變成純粹看錢做人 真的跟祖國看齊嗎 沒有錢就不跟你醫治嗎 去到這個地步嗎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你大陸原本有這麼大的市場 但是你看到那些出名的醫生 氣功師 針灸的神手 一定是被高官收買了 包起來了 我們上一集 如是我們說 那些厲害的風水師 或是巫師 都是被高官 土豪包起來了 就不能再看外人 你大陸這麼大的市場 你一個好的醫生 他就循迴 又是說循迴 又是出書 又是出自己品牌的健康產品 但是全部都是私有化 什麼都是立得就立 那種貪婪 以及不願意跟別人共享資源 這個圖案是 一路都 一路演化下去 永遠都是跳不出這個關架 因為那個社會令那種很不同的價值判斷 它不是一個你自己由下而上組成的社會 它是一個專制社會 權力就是一切 它有什麼可能容許你所謂民間經濟自由 它除了權力 它是一切 權力就是一切 它而且 就算新加坡也是很專制 但是它那種不同的是 它是行一種原始資本累積最殘酷的那種 它說就是社會主義 實際上是最原始資本累積的那種 就是類似馬克思時代 根本就是 馬克思時代 那種恐怖的資本主義 以及什麼悲慘世界 那個環境 現在就是在社會主義的大國發生 所以你說你大陸市場多大 14億人 每人給我一元 做多少錢生意 其實是廢話 因為這是什麼市場 是嗎 蕭公最熟 是真正健康的市場 不是一個市場 是什麼市場 一切源於權力 有權利 你不是由市場去決定任何事情 就是了 你看股票市場就知道 熔斷機制 一個行政指令就是不准沽貨 哪有股票市場 說不只能買入不准沽貨 愛國的持股吧 你說市場都分很多類 一類是香港上且比較健康的市場 一類純粹是行政指令掌官意志 還是原始累積 當然是掌官意志 還有像你所說 是由上而下的 上而下的 是 那種模式 時間差不多了吧 是嗎 是嗎 說不到不好意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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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些朋友 真的跟著來飲食 是嗎 有的 真的有的 有的 謝謝 這次是我唯一一次做的節目 發覺有反應 因為我讀今時今日 都每天收到 很多人在網上問我 我可不可以吃這個 我可不可以吃那個 有人驗了 那個驗料 都會受歡迎的 濕粒粒的 這樣影明 哈哈哈 嚴刑 說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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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就密切期待 雷王 稍後 星期五我們有聚研堂 星期六就禁室 星期六就禁室 然後星期日 星期六就禁室 然後星期六就禁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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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呼籲聽眾 麻煩幫我們訂閱我們的Youtube 因為我們一夠一萬 我們可以立即用這個手機做Youtube Live 所以要訂閱 你還叫身邊的姨媽姑 有HitRain就可以了 多多支持 多多支持 Thank you Bye Bye 再見